小小他 你又没有发现 晶晶最近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没觉得呀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都有说有笑的呀 表面上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我发现 他那个笑啊 好像很勉强 天想 你想哭了吧 他在多大呀 小孩子知道什么强颜欢笑啊 明居 你刚才没有发现 晶晶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叫你了 没有叫 自从那一次啊 她把你的手烫伤了以后 她就没有叫过你了 那我知道了 她一定是觉得把我烫伤了 不好意思 其实我都跟她说了 没关系 让她不要挂在心上 可是这孩子呀 她脸皮薄 你怎么来海边 不找我玩啊 晶晶 你这样打打死人 晶晶 你别打了行吗 你干吗打丁丁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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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晶 晶晶 你别来打了 晶晶哪得罪你了 晶晶 放开 你要打死我 你也能打死我 你为什么来打我 晶晶你知道是为什么 我怕我知道 我怕我知道 你不是说那东西是埋的吗 什么东西 你不是说不是偷的吗 国家 投资 上 我先去 你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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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区中的安全的朋友 你们俩留你怎么了 你们俩干嘛啊 大家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加油 你听话解释 你要走开 丁丁 知道人家有什么可见识的 你知道吗 你害我 产生了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最大的耻辱 宏洁以后 丁丁 你是你 丁丁 何力不遭到别人 정확和追求 你能够在我身上 这么多一回人 你能够在这儿 토梅 你能够在那儿 可是我能够在这儿 我没有在那儿 我希望你能够在那儿 跟你们要怎么办 我个人要把那儿 还可以在那儿 如果你能够在那儿 你能够在那儿 你能够在那儿 我没办法在那儿 你能够在那儿 我担心您的眼睛 一下子不能接受 外面的光线 感觉怎么样 看得清楚我吗 感觉了 医生 我的护工呢 他怎么没来 你别激动 王医生你千万不能激动 照顾你的护工就是他 不是他 我要我的护工 我要我的小玉 他人哪 王医生 他人哪 冷静一下好吗 不能激动 你现在病还没跑 我找回来他人哪 少康 昨天听护士小姐说 今天早上九点 你的纱布就能拆下来了 你的眼睛 立马就能看得见了 但是 但是我就不能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昨天是我照顾你的最后一天 我早就知道 你眼睛看得到的时候 就是我要再次离开你的时候 少康 虽然我没有死 但是我也不能再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你心里怀疑我 我也知道你还爱我 我也知道你还爱我 可是这样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少康 轻易地怀疑我 我真的不能再跟你见面了 但是无欲什么时候 我都衷心地祝福你 为你祈福 少康 你一定要好好振作 把酒瓶戒掉 勇敢地好好活着 就像我勇敢地走过这吊桥一样 这样 才不会辜负我照顾你的苦心 少康 我真的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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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不來了嗎? 她昨天給我修理 就該是她要離開我了 我怎麼這麼笨呢? 小燕 你在我身邊照顧我這麼多天 不就是希望我眼睛能夠好起來嗎? 現在我的眼睛好了 可是你卻離我而去 小燕 小燕 我為了你 好不容易把酒戒掉 可是你怎麼能 把我丟下不離? 我的手不離我 我為了你 我為了我 我為了我 你為了我 我為了我 小燕 小燕,你在哪兒?小燕 小燕 小玉 你在哪裡 小玉 我知道你在這兒 我知道你在這兒 你見我一面好不好 小玉 小玉 你知道我很愛你 小玉 小玉 小禮 原來發生了一個人 的錢還在教學 但在跟學校Chat中 我代表你們, 但是哪個女生 甚至該跟學校圓的 會跟學校園的學校園 對, 學校園已經學校園 我是不是, 你們真的只是假的 我衝了 我一直在抓住 看来小玉真的不在这儿 如果她在的话 不会这么狠心 眼睁睁看着我从这儿跳下去的 小玉 小玉 你在哪里啊 看样子的妈应该睡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妈 这两天干吗去了 我跟几个跑船的朋友 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了 一块出去玩了几天 今天呢 今天又跟同事出去了 阿丁呢 你们俩不是秤不离驼吗 怎么没在一起 妈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 我当然听说了 你把阿丁打个半死 我能没听说吗 到底是为什么呀 家友 我一直觉得你善良 老实 善良 你把你自己好朋友打个半死 老实你给我撒谎 妈 你先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 我把妈当成这样 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 我是气我自己 把你养这么大 我希望你健健康康的 你倒好健健康康的 你出去打人 你当流氓去好了 妈 不是这样的 敏俊 来 敏俊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过来了 我有点儿担心 我怕你们母子又 所以我过来看看 你都知道了 都怪那个萱萱 把事情啊 说得太严重了 这怎么能怪萱萱呢 分明是她把阿丁打得太严重了 阿丁都住院了 军 别这么激动 没有那么严重 小丁啊去了医院包炸了一会儿呢 很快就出院回家了 我这不正问她呢吗 为了什么呀你们好朋友要动手 好了好了 你在气头上 这话呀 让我来问 加油啊 叔叔问你话 你一定要老老实地回答 好 你是不是 给小丁发生矛盾 你把她打了一顿啊 你是不是 打了丁丁以后 你怕妈妈生气 所以你这两天不敢回来啊 嗯 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 敏军啊 你也听到了没有 家里说她知道错了 你呀就原谅她呢 你过来 坐着 你明天叫阿丁到家里来 你当着我的面 亲自跟她道歉 我跟阿丁的事 我自己处理不行吗 不行 你必须当着我的面 跟她对质 我要知道为什么 那我 我再叫她家里来跟她道歉 还不行了吗 不行 我要知道为什么 好了 明杰 她又不是说着她道歉的吗 你看 现在这么晚了 她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 那孩子休息吧 睡觉去吧 明天也上班呢 那回去睡觉了 你看看 这就是我交出来的好儿子 明君 你就别生气了 你怎么来海滨 不找我玩啊 大人 大人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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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的对人 我怎么能这么鲁莽呢 不管怎么说 丁丁从小到大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拿东西给我也是一片好心 我怎么能对待下这么重的手呢 我真是错了 可是我明天该怎么办 这两天我在外面到处逛荡 还要逛荡多久 我怎么跟我妈说 我已经不再往上还得上班 天儿 你家用 不准你在踏进我的公司一步 总裁 滚 妄神话 你太过分了 我哪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咱们两个犯冲的生日 从小到大 你就一直侮辱我 一直到今天 我恨你 王少华 我邻家有发誓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低声下起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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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求你一事 不要天亮好不好 我害怕 这孩子几点都还不起床 加油 加油 早啊 妈 早 几点了还早 你不上班了 我昨天想了一夜 没睡好觉 发现都是我的错 行了行了 知道错了就行 赶紧吃饭吧 妈 我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加油 这孩子 怎么没穿西装就去上班了呀 加油 公文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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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不是这边吗 加油 我该去哪儿了 哎 算了 别想了 哎 跑跑步吧 这个臭小子 到底这要去哪儿啊 不是 找那个你的 那今天 看什么 还没有 过那个 噢 嗯 那 我 到来 没有 得 有没有 我也不想我 这么说 说话说话 你告诉我 我说我 我不想我 那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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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有位太太想见您 是我们的客户吗 不是 她说她是林嘉佑的妈妈 他在哪儿 在会科室 在会科室 坐 我过来吧 喝水 谢谢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吧 上话 我知道 你是来替嘉佑求情的 少华是这样的 昨天我把嘉佑骂了一顿 他睡得很晚 今天没能来上班 你能原谅他一次吗 我不能原谅这个不成绩的孩子 为什么 他 他上个月不是做得很好吗 你还给他发了工资 对 他上个月是做得很好 而且他还救了英杰 我曾经认为这孩子是可以栽培的 但是我想我错了 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 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你这么说我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 所有人都说儿子像爸爸 我想问你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教育他 少华 你现在当总裁好威风呀 一次骂两个人 我骂他算是客气的了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忍难和度量 你的儿子现在应该被关在牢里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认为他只是今天没来上班吗 不是吗 那我告诉你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好几天没上班 为什么 他偷东西 你说家有偷东西 偷我的东西 如果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没有进行追究 少林就把他送进派出所了 所以我才叫他没有再来上班 怎么 他没有告诉你 不 不可能 你说家有偷你的东西 对 而且他从小就偷东西 我告诉你敏俊 我不是在排斥他 我不知道有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他小的时候 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 偷过我的钱包 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 可天香说这是个误会 那真是有欺负比有欺负 他居然跟你说这是个误会 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 我没有进行任何追究 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 可是后来在路上 我遇到了家有 他在我的车子上 胡乱地画了仪器 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 被我当场逮到 我把他抓进派出所 叫刘天祥过来抱他 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谢谢我的教导 他自己的孩子 他自己会教 这么些年来你心疼他 都白费了 你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的期望 我请 请你告诉我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事情就是这么巧 这次又是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 为了给我的干女儿过生日 我特意定制了一条项链送给她 从珠宝店出来之后 那条项链就被偷了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佳佑干的 可是就是在生日宴会上 她居然把这条项链 当做她自己的礼物 送给了我的干女儿 被我当场逮到 纸盒子里面就有我写的 生日赫条 这件事情你居然不知道 刘天祥自始至终地 都在瞒着你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事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好容易才看见你啊 妈妈 妈 你真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把妈赶走 妈 你那么疼我 我好容易才见到你 我们就这样离开我 你不能离开我 妈 我要找到你 我一定要找到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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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找到你 妈 妈 我是英杰你知道吗 那么多年我一直都找不到你啊 妈妈 我心里一直想着你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妈 你到底在哪儿啊 妈 妈 妈 你怎么这么过分 你怎么能把妈妈赶走呢你 必须挖到你 你都酷了 你怎么这么近 你怎么这么近 你怎么可能不见了 像我一起去照顾 爸爸早 早什么早啊 每天睡这么晚起床 你好意思 爸爸 你现在是开工作室 你又不教书了 你没有必要起那么早 俊俊 不是爸爸说你吗 不管是教书也是好 或是开工作室也好 人就得早睡早起 这样才有经济神 知道吗 爸爸 爸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听着了 你看你又在那唠叨 爸爸唠叨 那也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你为我好 爸爸 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为我好吗 什么是真的为你好 你就应该帮我跟加油 撮合撮合 加油 加油 你来了 加油 你来这么早 是来看我的吗 叔叔 我是来找你 加油 你找我有事啊 晓晓 你去工作室吧 他有事说我想在这儿听着 晓晓 听话 你赶紧去工作室 一会儿晶晶也去 去 那我先走了啊 还有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我去 我去 都说了 很久不见 那也没什么事啊 你怎么看到 我自己在这儿听到 你都没有事啊 我没有事啊 你自己想在这儿 下红了 没问题 再一口 没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 你赶紧跟叔叔说 我做过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经认为这孩子是可以栽培的 但是我想我错了 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 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他小的时候在我女儿的生日印灰上 偷过我的钱包 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 我没有进行任何追求 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 可是后来在路上 我遇到了嘉佑 他在我的车子上胡乱地化在一起 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 被我当场逮到 我把他抓进派出所 叫刘天祥过来保他 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谢谢我的教导 谢谢我的教导 他自己的孩子 他自己会教的 是我的错 我根本就不会当个忙了 我怎么会把二人交成谁的样子 我以为我生得住你 我就能把你交好 我错了 我全错了 我不把你交成了社会般人 你给我走开 你给我走开 妈 您这手怎么流血呢 你给我滚 流血了 让我心流血的事你都敢干 你怕我受流血 我现在心病是很难 我心手超一百倍 明居 你别这样 我 我今天带家后过来啊 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 我都知道了 我不怪你 天想是我的错 我没教育好孩子 可是你怎么能替他办事 那么多 那么久 假许 今天 黄沙瓦都告诉我了 从昨天到今天你都还在骗我 你根本就没想过干 你根本就不想干 佳佑 佳佑 你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能想到你从小就偷东西 你偷东西 你花时间的车 你还有什么坏事没干 敏俊 你别这么激动 你小心身体好不好 走开 刘天想 我们是二十年的朋友呀 你宠他 宠得好 你看现在 你把他交成了一个贼 刘天想 我要跟你去想 妈 我要跟你去想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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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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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